好啦 今天要來去弄那個ETAG 我們的ETAG好像 有點故障 對 它中途的時間 不知道到哪一段的時候 它突然有沒感測到的 然後它就一直傳簡訊告訴我們 叫我們要去檢驗 其實我們到後來還有開了好幾次高速公路 然後是都OK的 所以可能就是剛好過了某一些路段之後 它可能感應比較弱吧 還是怎麼樣的 然後就反正現在要去弄 今天是最後一天 耐皮 耐到最後一天 沒辦法了 對 這應該是七月底就已經有了 然後我們弄到今天已經八月底了 最後一天趕快去弄一下 希望可以趕快把它搞定好不好 不要被拔錢 不然就有點冤枉了 因為這個ETAG的東西 我們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比我們最近的遠通好像就是這個加油站吧 旁邊這個 快到了 在這邊 然後它的ETAG是要停在這邊 紅色圍牆這邊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弄一下 因為它中間好像在七月底吧 沒感測到 但是我後來的油都OK了 沒關係 還是把它換掉好了 好 直接用重貼就好了 對 好 好 謝謝 洗車的時候不要用強力設置去充它 洗車的時候 洗車的時候 好 好 然後現在已經用完了 其實速度蠻快的 他們的處理方式是直接把它重貼 好不好 它說有可能是裡面的那個感應晶片故障了 其實 就剛好那一站沒有弄到啦 然後它有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洗車的話 不要用那個高壓水柱去噴那個晶片 就是避免它裡面可能強力的那個水柱啦 然後加上那個水滲進去的話 會對那個晶片有害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蠻快的 就是輸入一下那個車主字號啦 然後測號啦 然後它就會幫你打一些資料 就是把那個貼紙重貼 e-tag的貼紙重貼 那因為我們的貼紙喔 就是之前買車的時候那個業務有說 他說如果貼車窗裡面的話是OK啦 這個隔熱紙是OK 可是難免還是會有感應不到的問題 就像這樣會需要跑一些程序 所以他就很建議我們貼車燈 結果沒想到我們貼車燈也是 兩年多吧 現在好像兩年多 就中一次獎這樣 還不錯 速度還算快 然後他們還有多給我們一份條碼 說可以給我們的社區公會使用 讓我們這樣方便進出 還不錯 這個很貼心的小東西 好啦 其實e-tag這個東西喔 我覺得也算蠻方便的啦 其實以前像我們通常高速公路 都是回數票嘛 早期在通常回數票 你就要停下來給券 對 然後那個時候停下來給那個券 就會覺得 其實就要減速 然後對油耗來講 我相信一定也有差 對速度來講也都有差 而且在很多收費站前面 就是很容易塞車的一個點 這個是以前的唯一 那些塞車的點喔 大概 像什麼龍潭收費站啊 然後台中那個什麼清水嘛 大腳收費站 都是很容易塞車的地方 因為他必須停下來 然後對準那個收費站 開進去 然後給錢 有的還要找零等等的 所以每一次我們再去 經過那個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那個收費站啊 經過那個收費站啊 都會覺得 就是有點討厭 以前都會覺得 一定 肯定要塞一下 現在來說是真的比較方便一點 不過相對有好也有壞啦 以前的話 講真的是比較有點頭疾毛的狀態 就是 像我在土城嘛 如果從土城交流道上去 其實一直開到 開到南港吧 應該都是不會遇到收費站的 等於就是 可以免費使用這段高速公路的資源 那當然有好有壞啦 因為使用者付費嘛 所以現在上高速公路之後 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有用到 就是會花到錢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 對對對 我覺得也算 也算正常啦 就是使用者付費 然後希望可以把建設 可以維持得更好這樣 那現在這樣子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就是 相對的減掉油耗 而且在長途再跑的話 其實 對回溯票來講 也是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我覺得 還算不錯 蠻OK的 好不好 只是說這個沒感應到 那個紙張也比較環保一點 只是說這個 沒有感應到的是 真的有一點 小麻煩 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 今天就分享這支影片 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下個點了 可能會剪在另外一支影片 好不好 就這樣啦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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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